大家午安、大家好 感謝你收看 《美鳳有約》 祝你中午用餐愉快 根據台灣的統計 剛才還要出國的時候 都會選什麼地方呢 對 都選去日本一場 第一,日本的交通對我們來說 不太好 然後吃東西都很適合 而且那些人都很客氣 買東西很好買 還有他那些東西好吃 包括水果也很棒 牛肉也很棒 手工藝品也很棒 那麼今天美鳳要帶他來這裡 來到九州 九州好玩的地方很多 而且它東西真的很好吃 當然我們也請到達人 來跟我們分享 還有我們要作好吃的料理 讓我們吃到九州 他們會有什麼樣料理 是他們的特色 好,我們歡迎九州的達人 廖宇萍 還有我們的大廚郭忠坤 謝謝 好 嗨 我是九州達人廖宇萍 我是廖宇人郭忠坤 今天與美鳳約什麼 九州美食大壽蜜 歡迎二位 歡迎二位 這個一個是赤透透 一個是趴趴走 四個去吃 四個吃 不過要請教一下 如果要做這個料理的時候 譬如說 我們研究的主要的食材 譬如九州 你有什麼特別研究 他們都會喜歡什麼樣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九州這邊的人 要吃的東西 他跟台灣很熟 他要吃海鮮嘛 是 還要吃的麵、口味 他跟台灣人吃的口味很一樣 真的嗎 對 含麵 還要吃什麼石井麵 什麼 對啊 像一種就是 強棒麵 吃起來的麵不像台灣作菜麵 真的嗎 對啊 達人 我們廖先生 你有四個去吃 九州他的美食 特別... 我想日本到處都是拉麵很厲害的 對 他們的特色 除了拉麵 還有什麼是... 它這邊... 九州它這個地方物產豐富 山產、水產 跟它的這種旭產 通通都有 非常的豐富 尤其它有一點 跟其他日本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日本他們的主食 如果以肉類來講的話 他們是牛肉 對 但是在九州這個地方 它吃的豬肉的比例就非常的高 這樣哦 對,所以它這邊用的 很多的豬肉的這些... 料理 對 包括你看 對 這個腸泵 它也是用這個豬肉 我很好奇 是 待會兒你要作這個料理的名字 叫作什麼名字 一個叫作 強豹麵 因為這個就它日語直接放 強豹麵嘛 強豹麵 對 強豹是什麼 強豹 這個 這個來源有一個說法 好,待會兒我們再研究 好 你說什麼 一個是... 強豹麵嗎 第二個 那個是 明太子竹倫 明太子竹倫 強豹麵的食材有 拉麵兩份 五花肉片一百克 蝦仁一百克 中捲一百二十克 蛤蜊八十克 高麗菜六十克 洋蔥半顆 鮮香菇四朵 魚板一條 紅蘿蔔三十克 高湯兩碗 蔥一根 明太子竹倫的食材有 竹倫兩條 美乃滋少許 明太子兩半 起司粉少許 紅蘿蔔 那牆麵最主要 它叫高麗菜跟洋蔥 是做基底的部分 那簡單的海鮮料 或者蛤蜊 其實在我們台灣做 炒麵一樣對不對 好像炒麵一樣 但它的炒麵的方法不一樣 不一樣嗎 好 它這邊主要 他們喜歡吃豬肉對不對 對 而且他們煮麵豬肉 絕對不是清潔下去 也不需要炒 要先 對 對 摻燙過 對 通常他們豬肉 他們湯過後會加 加在沙拉裡面 沙拉裡面吃 也會用這種方式處理 因為他們先把這個 血水處理掉的話 它在煮這麵的時候 它會沒有豬的那個味道 就這樣 對,這樣做法 對 這樣哦 好 所以剛才說過了 他說豬肉 他們很研究 分很多種 什麼意思 九州他們是... 九州最有名的豬肉 我是黑毛豬 鹿兒島的黑毛豬 鹿兒島 黑毛豬很有名 因為鹿兒島 它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因為火山 都有一個 鷹島火山 大家都知道 它這邊的這個 有很多火山會 地址最適合來種這個韓籍 所以傳說 他們以前說這個韓籍 最早也是由鹿兒島 這塊過來 所以以前鹿兒島的地名 叫作薩摩 叫作薩芝麻 薩芝麻 所以他們的這個韓籍 叫作薩芝麻 薩芝麻 芝麻 這就是我們現在很吃紅色 整條 為什麼加一個 很爽的、很好吃 如果有人吃 他也拿來吃豬 你看豬肉好名 真的讚 所以吃到豬肉 很爽的、很好吃 真的耶 你吃什麼 我們吃的東西 真的就有不一樣 真的 這個食材的來源 在種的時候 或在養的時候 它就很重要了 對 是 你也是吃不太胖 沒有 對啊 吃到米的 沒辦法 吃... 你吃都沒打算嗎 我都吃得好 真的 因為我常常去日本 我常常都會去 太棒了 放鬆一下 去吃湯 對 就需要 如果真的要選地方去吃湯 日本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日本其實... 你說東京、北海都一樣 其他的地方也很棒 外紀外人去厝cier�� 去泡溫泉 那個溫泉湯 泡沙 美人湯泡沙 第二天ást 我說都... 沙 不用個暖絲 頭浴氣也是這樣絲綿油滑 去那邊 泡湯是一定要的 吃一下美食 也是一定要的 美食的享受 身體的享受 對 一定要的 日本就是這個厲害 對 你去一個地方 страх的 蒸的米都把你蒸到嚼嚼嚼 沒錯 讓你榴槤旺飯 對 去了還想再去 你看 還有菜炒的 這樣燙一燙 這個湯放下去 有哦 就這樣燙一燙的聲音 燙一燙的聲音 好 它一定要這樣滾滾 再來把海鮮的料也會... 都稍微燙燙過了 對,燙燙過了 看很好吃 再來 我們先把蛤蟆放下去 那個會甜 蛤蟆很甜 再來放我們的麵 麵 麵是一般的什麼麵 一般用拉麵就可以了 拉麵就可以了 好 這個麵我們現在用熱水 稍微煮一下 然後備用嘛 對,用高湯下去 高湯先讓它煮出高湯出來 我們這時候大概要一點水 因為它是一個湯頭的部分 這個裡面 我會加一點點薄薄的醬油 調味 這樣可以 謝謝你 這樣 其實我裡面都沒放鹽 這只有高湯的鹹而已 高湯的鹹醬 一點點的醬油 然後有一點上色的顏色 接下來就是 我們在這個過程 先把火關掉 好的 先不要動它 讓湯汁慢慢跟麵穩穩 吸進去 等一下的時候 我們再來盛盤就可以了 好的,接下來我們要做另外一個 現在利用這個時間 我們來處理明太子竹輪 好 沒關係,我們就讓它 一個一個就好了 一個一個就好了 等一下我們來灌 好 我們灌的料呢 比較有趣 用這個明太子 這個明太子 它是一種雪魚卵 對,雪魚的卵 其實明太子說 它這個要傳過來到日本這邊 它是從韓國那個地方 先傳過來的 因為一些礦坑的這些礦服 習慣吃的這種料理 鹹的 然後之後把這個雪魚卵 去跟它醃漬 放羊給它醃漬 那之後後來在九州這個地方 它是第一次把這個明太子 這個雪魚卵 這個用明太子的稱呼 去跟它介紹出來 去跟它這個... 等於說推廣出來 那個推廣出來的那一天 那個日期 日本人很喜歡各種的紀念日 所以在那一天推廣出來的那一天 他們有叫作 明太子日 對,十二月十二號的那一天 好 現在我們加什麼 要加一點起司粉 因為我等一下炸的時候 然後起司融化的時候會很棒 不得了 然後我需要一點美乃滋 好的 那這邊有一點美乃滋 這個起司會稍微 堅持的日本人最喜歡 讚 那美乃滋的話 我通常還會再下一點點的鹽 吃到它 對,在炸的時候 那個水分會稍微收縮一點 一點點就好 好 然後稍微把它拌勻 這肯定好吃哦 好,那我來幫你那個 它麵粉這個 就只要這樣攪拌就好 攪拌勻就好 對,麵粉先下去 一般的話是低筋麵粉 低筋麵粉 低筋的麵粉 水,我幫你倒 沒關係,我慢慢倒沒關係 好,加一整顆蛋沒關係 好 來,水來一點點 一點點 先來一點點 好,先稍微一下 好,用我們打蛋 稍微調和我們的粉 水慢慢加 調和到我們想要的濃度就好了 提到九州 大家第一個想到的 就是明太子 看著師傅將明太子與美乃滋 再搭配日本人最愛 會堪吸的起司一起攪拌 最後灌入竹輪中 就可以下鍋炸出 令人口水直流的料理囉 那你本身去九州的話 那它很多的點可以玩嘛 對 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九州啊 整個九州從南到北 都有非常好玩的這個地方 我們熟知的 譬如說像到蝶蝠 蝶蝠 蝶蝠 蝶蝠,對 對,蝶蝠的蒸菜蔬菜很棒 譬如說到柳川去划船 邊划船的時候 那個師傅還會唱船歌 然後到那邊可以去吃個它的... 我們在台灣如果能夠有百年的 這個店家就已經很可怕了 它那邊是三百多年的這個 所謂的 三百多年的 對,那邊的鰻魚料理也非常... 非常棒,非常道地 超愛的 用那種人生去蒸的 去蒸的這種鰻魚料理 然後剛剛我們在講說 所謂的到別府 別府的那個溫泉地 大家都知道 我們現在介紹一個地方 比較沒有別府那麼大 但是非常的溫馨 非常的有氣氛的 黑川溫泉 對,黑川溫泉 它那個一個小小的地方 聽說原本是已經快被遺忘掉了 後來幾家的這些旅館業者 他們自己就組織一個資質會 希望說不行這樣子 大家規範 然後去把環境整理起來 整個的建築 蓋的每一家 每一家都很有特色 然後就慢慢去把這個民生 就可以打香起來 是 那個地方 我們現在到日本去 很多人都會去泡湯的時候 都... 尤其是男生 男生有些時候都會去幻想 男女混湯 好像已經沒有了 對,但是現在日本大概就是... 如果已久知道 就是黑川溫泉那邊 還有混湯 還有幾間 對 太多了 好,來去久談,來去混湯 混湯現在是 他們... 但是好像只有千顆溫泉不用 那就沒有... 它現在我知道的 大概就是一個在東北的 乳頭溫泉 對 另外一個在黑川溫泉 因為它那個是小旅館 所以說你可以在那邊去 跟它買一個所謂的手型 手型就是它的通行證 然後這個通行證 你可以選擇三家 我們穿在那裡浴衣 然後去泡 你可以選擇 兩家是男女分的 也可以那個 好 這時候我們剛把... 我們煮好的麵先撈起來 保留它的湯汁 然後利用湯汁的時候 最後煮豬肉 因為豬肉通常他們在... 直接下去煮 要會太老 只要在最後的時間 利用湯汁混一下 再倒回麵裡面就可以 因為像這樣收汁 然後豬肉就會... 味道更讚 對,就不會太熟 對 讓豬肉不會太老 對,稍微吸一下就可以了 好的 那我們就可以... 關火 好 好 然後通常就先把我們的肉 放在我上來 對 然後鹽湯汁 色彩豐富 好 好,我們這樣囉 這個麻煩你 那我們就準備上菜囉 好 剛剛煮了這個麵 還有下韭菜 我們還有甜點 好的 我們現在直接來囉 來 好,自己來 自己來 好,我自己的... 這個等很久了 那要不要來一個沙啞 或是秘魯下酒 配啤酒這樣那麼久 配啤酒很讚哦 這個如果有點久的話 那就太棒了 太棒了 好 請享用 開動 開動 好 忘記了 果然稍微炸過之後 那個口感完全不一樣 對 口感完全不一樣 然後起司淘汰的那個味道 對不對 就是說 九州人 他們要的那種生活 其實也滿簡單的 你看這個吉古拉的作法 就這麼的簡單 然後下個韭菜 這樣就很滿足了 好 要吃得比較燙肉呢 有人喝酒之後 會覺得來一點 比較飽一點 就來一個麵 對 像我爸爸他們都是... 沒有先吃飯 先喝兩杯 最後再吃飯 所以我們現在... 日本人的習慣 對 也是這樣嗎 來,我們贏餐 這真的有 吃飯 真的要吃飯 吃飯要吃飯 因為以前那個時代 就大概差不多在日本的戰後 那個時候 大概前後的那個時代 那個時代很多的一些 中國的留學生跑到了 九州這個地方來念書 母親 留學生 窮留學生嘛 是 正好那個時候有一間 叫四海樓的一個老闆 叫陳平順先生 中國人 中國... 他在那邊自己開了一個餐廳 看了很多留學生到那個地方去 店的東西 吃一點而已 怕開吃 所以如果店面的時候 他就... 怕他們... 對,比較大碗 他就這樣 加麵 加湯不要吃 所以有些人會說 這個麵讓它吃飯 福建人嘛 福建人說話就說 吃飯 久了那個音 日本人聽到 吃飯 吃飯 好,我們在這裡當中 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 九州有一些特色 就是我們剛才說過嘛 有這個黑川溫泉 是 黑川溫泉就是可以就是... 男女一起的一些湯 雖然不是那麼多啦 但是這是它古老的 這是比較久的一個地方 然後再來我們看到就是... 除了這個溫泉之外 它九州還有一個很有名的 就是那個 味噌是今天你帶來的 聽說這幾百年了嗎 百幾年還是... 沒有,這個不是放百幾年了 沒有 說這個品牌 這個品牌 對 好,就是... 一百七十幾年了 剛才郭大師一看到這個說 天皇在用的耶 對,這相當有名的 有名的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再跳過去看 那個就是... 那個炸褲 沒有,柚子胡椒 柚子胡椒,好特別 也九州特產的 九州的特產 九州的柚子胡椒也相當大 我這個上面就是柚子胡椒 對 用這個豆腐 我來吃看看 我們吃吃看 它到底是什麼樣的味道 也沒加什麼醬油 很香 會辣耶 對 它是辣... 胡椒也會辣 然後它這個加一些... 小小一點點就很辣 或是烤的豬肉都相當好吃 而且你知道嗎 如果很像你講的 烤雞肉什麼 它的柚子的香氣 非常的濃厚 非常濃郁 像有一些比較高級的 魚類的料亭 它比較油的生魚片 會搭配一些柚子胡椒 調出來的醬油 然後在上面直接品嘗 就不用芥末 去九州要買 這個胡椒 這個很好吃耶 而且又不貴又相當好吃 那個用柚子 厲害 九州在那裡 產很多柑橘類的東西 所以... 他們在有一條鐵道叫作柑橘... 那個鐵道火車 叫柑橘列車 沿途都可以看到種很多橘子 所以柑橘類的東西特別多 特別多 這才會利用 想不到還有這麼多下味 對 好 還有這個... 剛才看那個魚 對 看起來好像刺蝗 刺蝗 其實大家不要小看一般的 它這個叫作 它是要經過黴菌發酵之後 產生綠色的粉末在外面 它味道會比原來的那個... 銷的煎魚片味道更好 那因為這個在日本也很少人在做 不多人在做 因為它這個耗費的工時 非常多 你看現在這麼小塊對不對 事實上它魚肉是非常大塊的 對 放久 變成這樣 現在是看不到 你這樣敲開的話 裡面是像紅寶石一樣紅色的 是紅寶石一樣的顏色 請問這個要怎麼吃 一般的話 像我們在家 最主要是煮湯或茶泡飯的時候 可以使用 整塊要怎麼動 整塊要怎麼動 削鮮魚的那個... 削鮮捷的 對 這個就像在拖那個... 這是刨刀 刨刀 我們那個做眼睛 做眼睛這樣 但這是小的啦 一般是... 一般的話像通常都會比較大盒 帶這麼大 跑的時候一開始 會先將旁邊的部分 輕輕的削掉 削掉完再跑 會修完 修完之後才開始跑 所以修完旁邊那個是不要的 沒有 那可以來煮湯 那是可以熬湯沒關係 但是越中間 你跑的時候你不是很用力去... 對 你輕輕的 它就一瓶一瓶 你用力的話就卡住 這有技術的 那個氣缸 對 然後下面還要鋪一個濕布 濕的布像... 才不會一直不撩,一直走 對,才會跑掉 對 然後另外就是一刨完的時候 先要放在盒子裡面 然後過了五分鐘之後再拿出來 讓它香氣 會像在這盒子裡面有沒有 它會儲存在這裡面 它還有一個抽屜 對 就會很棒 那通常像這個一個份量 大概一個跑滿 大概跑二十五下到三十下 跑滿之後 它剛好是一碗茶泡拌的量 對 這也是縮小版的 對,縮小版的 吃過之後呢 我們就還可以來看那個... 有名就是他們的蜂蜜蛋糕 對 長期蛋糕 有時候不一樣 我們說給長期蛋糕 日本當時他們叫作為卡斯特拉 卡斯特拉 對,卡斯特拉 最早正是說有在製作的時候 應該說是大概在江戶時期 那個時候有一些葡萄牙 葡萄牙的這些人 到了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 有些傳教士在這邊開始定居 然後把自己家鄉的一些 傳統的口味 帶過來這塊這裡 教他們這些白色點去做 卡斯特拉有一種講法 說是國王的點心 點心 對 這個是... 變成葡萄牙魚 這個帶過來之後 因為非常的珍貴 以前日本人五三湯 所以能夠有這種東西 甜的東西 非常非常的珍貴 對 甚至於是 以前我只怕邊的人 吃這個在營養 在補上身體 就是完全不放糖的 就只用蜂蜜下去作 然後所以它在烤的時候 它的色澤 還有它的口感甜度相當的好 那有一點點黑黑的 有一些技術是有趣的 它是用一點醬油 在封烤的時候增加它的風味 對,這是有它的技術 就是日本 它在這方面的蛋糕技術 它是有用它的祕密 好 伯母 伯母 大家可以來吃看看 我來欣賞一下 我們這個達人帶來的這個 這是什麼 這個是黑川溫泉 我在講說 日本人他們在經營一個... 它的一個場所 一個地方 像它這個風景區 它這個是請當地的... 請當地的這些黑川溫泉 裡面的居民 有一個五十多歲的一個素人的畫家 歐巴桑 他畫的這個圖 每一年都拜託他 把這個不一樣的 這樣的一個年歷 去跟他畫下來 然後刷完他們介紹的地圖 好可愛 非常可愛 可愛 這個如果有到黑川溫泉 它是在免費做增添的 好的 可愛就可以拿回來 對 如果我們就這樣 歡迎觀眾朋友 如果你有時間 你就可以有機會去體驗一下 那個九州它有一些無限的魅力 九州人是很豪爽的 男女都... 乾杯 對,乾杯 乾杯 乾了 還有什麼 弄點 是什麼意思 有... 弄點 喝,叫人家喝 我就是加... 叫你喝 對,叫你喝 趕你喝 對,那一般喝 一般像九州... 弄點 對 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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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九州的女孩子是追男孩子 對 這些男生聽得可開心了 真的 所以他最久的去好幾趟 他現在只聽聽就好了 你... 說到你的心聲了嗎 好,我們現在就不想那麼多 我們就弄點 好不好 乾杯 乾杯 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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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